美驻约旦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死亡事件 初步报告显示 防御系统可能把正在靠近 而且低空飞行的敌方无人机 跟正要返回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给搞混 白宫29号表示 即使总统拜登誓言采取报复行动 华府也不会寻求和认为的幕后主示者伊朗开枕 在美国驻约旦代号高塔22基地的防御系统 为何没有发现敌方无人机正在靠近 没能启动并将之击落 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 一份初步报告所报道 很可能是系统将踩低空飞行的敌机 误认为自己人 因为就在差不多时间 美军无人机正返回这个沙漠小型设施 正在睡觉的美军几乎没有收到任何警报 一辆拖车遭到直截了当的攻击 其他车辆则被爆炸与飞舰的碎片 击中造成部分损坏 三十多位受伤的士兵多半被割伤 瘀伤脑外伤 白宫对这起报道拒绝置评 伊朗否认涉案 然而就在拜登政府认定 这是伊朗幕后操控病扬言报复 养病回归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始言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 白宫随后的这段说明 也意味着拜登面临压力 要对德黑兰采取行动 又不能让加萨冲突进一步恶化 但科比也明确指出 在伊拉克 叙利亚跟约旦的袭击 还有青年运动在红海商船的骚扰攻击 美国的耐心已经耗尽 约旦事件是非常严重的袭击 美方会做出适当的回应 公式新闻黄运林编译